我是邵康 歡迎來到TVBS邵康帳情室 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 趙怡翔 他是台北市議員候選人 謝立功民進黨秘書長 唐湘龍先生 陳韻正委員 江敏青教授 中佩軍議員 好 那麼真的會打核戰嗎 因為川普好像講說 拜登好像講說 世界核戰危機重重 因為克里米亞大橋爆炸 所以說這個就重創了 普丁的自尊心 又自信也沒有了 自尊也沒有了 火大了 所以現在這是危險時刻 因為它有一個 好像一個軍車去 這樣炸就把橋給炸了 本來說這個橋 絕對不可能炸掉 就炸了 一個卡車炸彈 說這是俄羅斯的紅線 你什麼意思 所以因此可能衝突 規模會升高 就怕普丁動用核武了 這是爆炸前的橋還滿大的 爆炸後你看爆炸當下 變成這樣 然後這個橋整個就斷了 俄羅斯外長已經講了 說俄羅斯重申 不允許核戰的原則 但是俄國內部有傳出不少 要求普丁發動戰術性核武 不是戰略性核武 戰術性核武就比較小 規模比較小 另外拜登跟德國總理 蕭茲通電話 譴責俄羅斯核武威脅 你講什麼意思 這話題都不能提 核武這字是不能提的 你們是不負責任的 講這話幹什麼 要威脅誰 折倫斯基說核武用了以後 就沒有回頭路了 你真的敢用嗎 用了以後怎麼辦呢 另外現在派了一個 鷹派的將領 叫做蘇羅維基 擔任烏克蘭戰場最高指揮官 說這個以殘暴跟貪腐出名 當時介入敘利亞內戰 而且非常殘暴 我們看一下 連接克里米亞和俄羅斯本土的克斯大橋 經過8號這一站交通大打結 原本俄羅斯當局已宣布局部搶通 但原本的四線道只剩一條能通行 火車也慢速行駛 就算加派渡輪移動速度還是很慢 烏克蘭至今也沒有正面承認 與大橋爆炸有關 但又火速製作了相關郵票 總統顧問也意有所指說 這只是開始 剛過完七十大碩的普清果真快樂不起來 他痛批這起事件是烏克蘭特務搞的恐怖攻擊 這起事件也顯示出大橋的脆弱 一旦烏軍未來順利在赫爾松大反攻 還可以用海馬斯飛彈攻擊這座大橋 不過疑似為了爆炸大橋爆炸 俄羅斯在九號深夜 對札波羅勒平民區發動炮彈攻擊 釀成十多人死亡 對此烏克蘭總統 讓責任司機反批普欽 這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 鄉總 現在情況到底怎樣 正會有核子大戰嗎 今天我們在錄影的時間 今天下午的時候 烏克蘭的幾個大城市包括首都基辅 看起來都受到了導彈攻擊 如果對這幾個大城市 如果出現這種的導彈攻擊事件 當然那也沒有什麼好承認否認的 就是俄羅斯的包袱 因此俄羅斯不可能完全的保持沉默 只能說他在過去一段時間 他還是要撐著一個大國氣派 在面對烏克蘭這樣戰爭的時候 他始終綁手綁腳了 沒有放開來打 不過因為現在戰爭已經 不是侷限在烏克蘭的戰場上面 兩個層面 第一個就是 所有的有關於 就是說核武器不可以談 不可能用的這種的說法 我覺得都是不切實際的 並不是我們主張使用核武 或者放縱使用核武 而是當這些的武器 就是大量的儲存 大量的備用 尤其戰術性的核武器 或者接近核武器的這種 戰術性的武器 它已經大量儲存 已經發展到非常沉軸階段的時候 請問你發展這些東西幹什麼 它的殺傷力的當量 是可以到摧毀兩三條街 到一個城市都有可能 所以核武器本身 我只是說從現實的角度來講 每一個稍微像樣的國家 之所以會擁有戰術性的核武器 無非就是在戰略性的核武器 沒有動用以前 有可能會使用戰術性的核武器 作為在傳統戰爭當中 自己不利或者不想拖延的時候 威嚇或者是讓戰爭的早點結束 因此俄羅斯雖然沒有直接這樣講 但是如果就像是梅克爾說的 不要去低估普京的講話 應該正是普京的講話 第二個美國雖然拜登每一次都表現出 對於核戰爭好像很憂慮的樣子 之前第一次談到的時候 連續說了 記者提問他連續說了三個 D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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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講 不要提核武器 太可怕了 他雖然這樣講 可是我建議大家 從美國的歷史上面來看 美國歷史拜登最近講的就是 這是60年來最接近核戰爭的時刻 為什麼是60年 因為1962年的時候 古巴飛彈危機 可是如果你從美國的 內部政治生態來看 現在的拜登是民主黨 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的 橄欖底是民主黨 甚至於在日本丟了兩顆原子彈的 那個總統叫杜魯門 民主黨 不要低估民主黨 大家都搞錯了 都覺得共和黨比較好戰錯 其實民主黨它本身意識形態 掛帥的時候 就像是1999年的南聯戰戰爭 最近這20多年裡面 在歐洲戰場上面兩場殺戮 非常重的戰爭 都是民主黨的總統發動的 所以今天拜登在這位置上 你千萬不要低估他 拜登跟歐巴馬真的不一樣 歐巴馬不是傳統的民主黨 他不是大白左 但是大白左 傳統上面的大白左 意識形態的掛帥 以及對大國政治的操作 他是很敢於去試探的 把自己做各種的道德包裝 所以眼前如果預期核子戰爭 不會發生的 認為拜登好像很憂慮很自律 是發自內心的 我只是把歷史簡單整理給大家聽 跟事實相反 好吧 雖然現在還沒有看到 能夠證明說普丁要用核武了 可是CN說拜登的所謂的末日警告 反映白宮內部對這個是擔心的 然後剛警告 你們看到美國有一個軍官 拿了所謂的核足球 這是美國總統可以按下去的 發動核子戰爭的 核足球就看到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小心被拍的 還是故意給你看說我們也有 另外拜登因為講說核戰世界末日 所以震盡了全球 白宮的幕僚趕快滅火說 現在還沒有資料 現在還沒有資料 沒有情況 但是全世界有將近九成的核武 其實都在俄國跟美國手上 美國有5428枚 俄國有5977枚 法國有290 英國255 以色列90 北韓20 巴基斯坦165 印度160 中國大陸350 所以這些人加起來都還沒有 他們一個國家的半數多 所以他其實都在 主要這兩國的手上 伊翔怎麼看 我覺得拜登講這句話 我覺得是一個事實 也是一個提醒 就是說核武的戰爭是世界末日 其實有研究顯示說 如果美國或俄羅斯用到十分之一 他的核武存量 大概就已經足以可以導致 這個世界末日的發生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美國講這些話 我覺得應該只是要警惕說 俄羅斯你千萬不要動念 因為你動念的話 自己當然也會受傷害 甚至於全球都會受到傷害 可是我覺得拜登與德國總理 這通電話 我覺得其實它是格外有意義 那原因就是什麼 原因就是因為德國是歐洲 現在最大的經濟體 也應該是歐洲最大的一個強國 但是其實美國我相信很多朋友 我美國很多朋友在內 其實都有一個感受 就是歐洲對於說俄武戰爭 所付出的一個代價還不夠多 就是說今天其實他們如果 雙方美國跟歐洲 都要做個角色分配的話 美國應該是要顧印太 歐洲應該是要顧俄羅斯 但是其實我們看到無論是戰略的物資 無論是重建的經費等等 都是美國提供的遠遠比歐洲多 所以我相信在這通電話裡面 其實拜登一直也是在催促說 你德國你要做得更多 而且現在我們可能真的已經面臨到 就是說普丁沒有台階下了 他可能這戰爭只會往 情勢只會上升 不會下降的一個狀況下 那你德國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那德國當然自己有自己的壓力在 包括現在已經冬天快到了 他天然氣 他能源等等 或總總會面臨一些民意上的一個挑戰 可我覺得拜登總統對於德國的角色 我相信他應該是要求他說 俄羅斯戰爭你必須更關注 必須投入更多資源 你必須從你的角度 作為歐洲領頭羊的角度 確保烏克蘭可以獲得勝利 來 逸政 是 我們來看很多事情發展 都有一個歷史的軌跡 這個俄羅斯戰爭發生到現在 已經八個月了 我還記得當初在發生之前 我們還在這邊討論說 會不會打仗 很多人就有人說不會 當然有人說會 那時候說不會的時候 但是白宮那邊一直說 俄國要打仗 俄國要開始發動攻擊 就是感覺上這種東西好像是一種 我感覺上有點像 俄裔螺旋的一直發生 好像那時候俄羅斯如果不打的話 白宮一直說他要打 他好像不打就不行 後來果真 戰爭就開始 這個戰爭發展這八個月來 大家看到峰迴路轉 一下子好像烏克蘭快要輸 一下子烏克蘭又把俄國打得 收復很多地區 前一陣子大概還在三個月前說 兩國都釋出可能談判的籌碼 好像很多人在那邊穿梭 好像又已經接近和平 現在又峰迴路轉 突然又變成世界末日的核戰 我感覺到核戰這個 核武這個東西 拜登會這麼說我的感受是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 因為他是最高元首 所以我相信他的各個下面 各個機關相關的情報單位 一定要向他匯報 我覺得拜登臨時 他好像常常在很多的場合 不經意說出很多 他下面這些重要單位 跟他匯報的訊息 很多很多 然後接著後來那些單位 後來又紛紛否認 就是說他應該是不經意的講出 他這個憂慮 應該也是他們綜合的這個 美國重要單位 國安單位 綜合情資判斷的結果 他就說出來了 那說出來 當然其他單位又開始說 只是這樣子而已 可能不會發生 但可見他們的情報顯示 普丁可能在這個情況下 是極有可能按下那個 就是使用那個核武器 那在這個情況下 拜登又說出來 有時候又變成一個旋風這樣 又這樣螺旋一直轉 所以其實說真的 很令人擔心 很令人擔心 美國已經放話了 說俄國普丁如果敢動用核武的話 他就要把在烏克蘭的軍 全部殺光光 給你們全部殺光 那怎麼殺光 殺光的時候 會不會也把烏克蘭的部隊也殺了 會不會把烏克蘭的領土也炸了 他其實現在目標都放在 到底普丁是真的有情報顯示 還是他自己警告而已 還是自己只是預言而已 不是真的有情報顯示